想想从4月9号蔡家军陈州集结到今天呢 已经进行了31天的封闭集训了 那昨天和前天的公开训练课 让我们看到了女排姑娘们的刻苦 我们也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在陈州的日子 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每一位队员的汗水与付出 二船沈静思和主公赵燕一在领复机时 主教练蔡斌想让我们用镜头帮着监督 此时他们似乎快要坚持不住了 双腿和地面夹50度角 这样高抬腿坚持两分半 动作不到位就会无限期的营成 万谁都会崩溃 这时可以来对比一下其他队员的标准动作 他们算是腰腹力量比较好的 而沈静思和赵燕一两人由于不断被加罚 据我们莫数 两分半的训练已经延长到快三分钟了 再来回看一下腰护力量较好的这三个人 坚持坚持坚持快了马上就快了 我给你倒数啊 三二一 在练腹肌的这一刻 队员们最大的感触恐怕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而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他们都要和时间赛跑 这是昨天上午 新队员英娜刚来报道时的一幕 从先进到成州要坐十五六个小时的火车 但英娜一下车就跑向公寓 然后没有做任何调整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她就换上新队服来到赛场 然而蔡斌似乎仍然觉得不够快 抓紧时间活动一下 是为了随后直接投入训练 蔡斌和英娜都很清楚 融入球队的时间非常紧迫 另一名新队员霍轩早晨七点到队 因此八点半到十二点的第一堂训练课 他是一分钟也没有落下 不用过多去要求 每一位队员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 时间紧 我希望一天能够当做两天用吧 训练中蔡斌除了抠细节 再一个就是要抓强度 以这样的后排进攻为例 他要求队员们连打十五分钟 每个扣球都要用尽全力 并且一共进行三组 中间只休息一分钟 这样的强度对扣球的人来说是个考验 传球的人同样也吃不消 一天练下来 二传未秋月甚至开玩笑的说 让他打后宫 换别人去传球吧 胳膊实在抬不起来了 就是这样的训练 王一梅集训一个月瘦了四公斤 休息的时候 看薛明吃东西 大梅的心里得有多馋呢 队员们现在练习的这个项目叫高台防守 名字很好听 但实际上却并不好玩 教练从两米远的地方 站在椅子上用力扣球 队员们夹在两台空调中间 一个个去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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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员们都说 接完这样的球 就不怕欧美球队的强攻了 中国刚才的镜头 您已经可以了解到 中国女排训练的艰苦 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快八点了 可以看到我身后 腾飞体育馆的灯 依然亮着中国女排的训练 还没有结束 这几天的跟队采访 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中国女排 确实是一支能吃苦 能忍耐 能战斗的球队 那么再经过两个星期的封闭集训 他们就将迎来五月底的四国邀请赛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下 每位队员一个月训练结束以后的感受 然后让我们随他们一同去迎接新的挑战吧 总的来说 刚开始过来的时候 还是有点不适应 能感觉通过这一个月训练 我觉得 自己就是在 特别在进步上跟二场配合 还是进步挺大的吧 从技术到思想到体能 都收获蛮大的 因为太早来了 整个战术体系都有变化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 最大的收获是在身体方面吧 还有一些基战术 听见了些话动脑嘛 场上的一些意识 还有一些走位什么的就更清楚了 那什么字 雨啊 自己写的名字 就是有个记号嘛 就每个人都有冰带 然后自己写自己一个记号 写个雨 希望通过在国家队的集训能 自己的技术上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 已经适应了我觉得 不太不苦 就是让我不要着急吧 就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各项技术都有提高 对我个人是个考验 感觉还是有一些进步吧 因为毕竟这边练的还是很系统 然后也很专业的 生活还挺大了吧 跟大家配合也有一定的进步吧 然后就是说整体串联吧 也起来了 这里竞争相对来讲比较激烈 然后对每个球抓的也比较细 所以自己要 一定要说每个球全力投入 才可能说跟上这个队伍的节奏 感觉还是比较高兴吧 然后也是一个队的队友 可能在打球方面 就是要一起接一传的话 可能也不用新的适应吧 毕竟这是国家队了嘛 肯定就是压力方面上也会有 但是还是能尽快地 融入到这个整体吧 先把自己的技术 然后提高一些 然后再一个就是跟球队 然后融合得更好一些 觉得基本上我们的阵容 现在基战术 基本上已经打出来了吧 然后需要更加时间去 更加丰富吧 我们还是一直在努力吧 然后争取能够 把我们这个整体的配合 能够打出来 应该队员都非常努力 都而且年轻队员的 整个队伍的早气 整个情绪都是不错 但是不排除技术上 现在还显得有点智能 但是我觉得 只要有这股向上的这股气 包括我们整个教练班 只能够把工作做细的话 应该还是很有希望 就能够做细备了 就能够做细备了 就能够做细备了